今 蔡依林紧急加卖六场包厢 公弹抢票机会曝光记者杨兴翰 台北报道周龄蔡依林公弹进入倒数 这次在小巨蛋共有六场演出 无奈门票还是一票难求 6.6万张在开卖时火速被抢光 主办单位稍早宣布将贩售零星票券及包厢售票 今晚七点降在拓远售票系统贩售 蔡依林 资料照记者陈一泉社 Ugly B-A-U-T-Y 2019-2020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 场次包括12月30日、31日及明年1月1日、3日、4日、5日 目前确定加开的包厢票券为2500美元 座位区在小巨蛋的东包厢、紫区上方、西包厢、红区上方 主办单位也宣布 今晚试票时 售票系统只会开放电脑选位 购票只能选择票 加区域 座位由电脑自动配位 无法自行挑选 详情可恰超级圆顶官方脸书 已经加好友了 谢谢 欢迎加入自由娱乐按个赞 心情好 已经按赞了 谢谢 相关新闻 周灵气势斩压韩团 国际菜又发威妈妈夺儿奖 影音阿信让300万个陈太太心碎失眠 只因她对周灵做了这举动中华电信IoT大平台创意应用赛出炉 蔡依林蹲在夜市捞金鱼粉笑 归用头发掉比较方便恶劣 蔡依林担任巨烟大使险遭烟伤突袭攻击退休理财工具怎么选 手中风险控管花枝还是透抽 争抢蔡依林门票考题太逼人I红遍野 蔡依林跨年公弹 0.60.6万张抢票结果出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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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